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開我七旋斬 開我劉昇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浩 我是李西紅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涉驗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到時見啦 qba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一clickradio 每逢星期三是一clickradio 我肥龍 還有我阿塞 將會發放龍的力量 而且要傲視天下 雙劍合璧龍行天下 龍行天下 龍行天下 大家好 歡迎收聽龍行天下 一clickradio的一個 你說新節目也可以 你說不是新節目也可以 因為其實 如果在溫哥華本土的朋友 都未必聽過 應該說以前在一個商業性中文電台 有聽過主持的一個節目 其實這個節目可以說 形式很像 所以你聽到的感覺 有一種延續版的感覺 都是龍字行頭的 這個節目 叫什麼名字 不要說了 現在這個叫龍行天 龍行天 龍行天 可以用來種 可以用來做沙律 可以用來洗 可以用來洗 OK 先說一下龍行天下 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 是一個比較輕鬆形式 和大家聊天 有些不同類型的環節 首先 每次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和阿塞都會找一些世界趣味 比較有趣的 古靈精怪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個環節 就是一個很棒的環節 就是論盡廣東話 其實 所謂的論盡廣東話 不是我們兩個主持 我們請了另外兩位主持 兩個特別嘉賓很重量級 對 而且他們真的很論盡 所以叫做論盡廣東話 論盡完廣東話之後 我們另外還有一些環節 就是講一下 讓大家多了解一下 肥龍和阿塞 在日常生活 又可以 或者在日常生活上的 一些所見所聞 總之 讓你完全對我們兩位 多一點認識 到時看到我們的時候 就多一些話題 或者出街 大家面對面 看到 點個頭 然後 握手 交換電話 你會的 不要的 各位聽眾 聽著阿塞說他會的 不是阿 好了 另外還有一個環節 是要跟大家講一下潮流的新品 譬如一些新電話 新電腦 除了電子產品之外 還有一些潮流時尚的東西 譬如女士用品 香水 美容 總之 是新的 是潮流的 都拿來講一下 叫做什麼名字 我要解僱一下 潮人Style Oh yeah 我不是潮人Style 不要跳 沒有人會看到 我的影片已經很多人看到 記得 我的國文Style已經很多人看到 但我現在不是跳國文Style 也不唱國文Style 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一下世界趣味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些 我自認為OK的資料 那是比較資料性的 對 資料性的 你可以說是新聞 潮流來源在Interbrand找回來 什麼是Interbrand 嗯 好 一個人 總之潮流來源是Interbrand OK 他列出了世界上 前面一個最新的報告就是 一百大最有價值的品牌 他列出了前十名 前十名 對 我們講一下前十名 其實這些品牌 我相信說出來 大家都不會很驚訝 因為大家都是耳熟能長 每天都聽 你講一下 第十位 第十位 其實他去年 上一次 對 上年 就是十一位 今年就上升了一位 他就是 豐田汽車 Toyota 耶 好 接著 第九位方面 我覺得這間公司幾成功 因為他上年是排十七 今次最新的報告 他是跳升到第九位 其實這間公司 有些辦法 他是由抄人開始 然後自己再有些新的idea 講一下什麼公司 就是三星電子 Samsung 我相信 可能現在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有部份 你都是拿著你的Samsung電話來 我也是 其實 最初 Samsung出的Galaxy電話 S的電話 他的樣子 跟蘋果的電話 是很相似的 他也是被人說他先學他 對 但是我覺得這間公司的成功之處 就是 第一次就抄了你 但是之後他很有自己的特色 他發奮圖強 YES 即是他不像我們強國人 那些強國的山寨廠 一味只懂得抄 由頭學到尾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 山寨其中一間公司 出了一個叫 沽風i5 沒有 他的樣子 跟iPhone5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叫做沽風i5 因為他是用Google 是強國 那個殼就是Apple 那個殼是iPhone5的殼 那個殼是Android 那不就是一次過滿足了兩個願望 沒錯 但是他還要說想告這個蘋果公司 不讓他們在國內買 因為他說他們先出 好 Anyways 第九位就是Samsung的三星電子公司 他去年是17位 今年已經跳到第九位 我就說了 是啊 你數第八位 這間公司就下跌了 他就是英特爾 即是什麼 Intel 我剛才也不知道他的中文名 原來是英特爾 是啊 幸好我也是去一些forum 看到很多人說了中文 所以我才知道 Intel 英特爾 上年是排第七 今年已經下跌了 至於上到第七位 這個也是下跌當中的品牌 不過這個品牌 排到高位置一點都不奇怪 可能你每餐都去買東西吃 就是 麥記 Low Mark 年代的差異 我們是輕說麥記 你就輕說老 不 麥記也有說 也有時候會說老馬 OK 這間就是麥當勞一間連鎖的餐廳 其實他成功之處 就是他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會融入當地的文化 是啊 譬如 在北美你吃到的東西 在香港的麥記 你未必吃到的 亞洲的麥記多很多東西吃的 而且我曾經看到有人拍照 在泰國的麥記 麥當勞叔叔是合十相長的 這麼瘋 所以我說他成功 就是因為他融入當地的文化 其實就是入鄉隨俗 這件事很重要的 這就是Marketing做得好 對 而且他做得非常出色 因為不同地方配合你不同的口味 推出不同的東西給你吃 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 如果可以做一些Cross Over 我覺得他的生意額會大升 什麼Cross Over 譬如他特意在北美推出一些亞洲口味 即是他將亞洲的老麥的食物 做一些過來 叫做亞洲風味餐 我覺得可以做 即是做個飯之類的 對 那我覺得可以的 例如麥記的咖哩牛奶飯 嘩 正 你可不可以想像到是什麼世界 應該不會太好吃 如果在美國這些地方出過 我不敢說 我不知道可能會好吃 誰知道 OK 我這樣說了他 聽到會不會做Cross 嘩 我們梳翻版 對 我去申請Pattern才好 對 一會去 好 接著 第六位 第六位是一間車廠 就是叫做通融 知不知道通融是什麼 不知道 是GM 噢 咦 他的中文名 對 所以因為這個報告大部分都給了中文名 就是GM廠 就是上個報告提到第五個公司的報告 所以就下降了一級 第六位 第五位 這個還下降得更慘 很慘 他就是 又 沒有力 又微 又軟 所以沒有力就下降了 之前排了第三位 今年下降了兩級 就是微軟公司 現在排第五位 第四位是 原封不動 這個也是馬提琳 叫得好的公司 哇 他又寫英文 中文明明就是谷哥 是 他 突然出英文 Google公司 OK 今年最有價值排第四 剩下頭三位 你猜不猜到哪三間品牌 可以成為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品牌 第三位 就是IBM 我這個真的猜不到 我也不覺得 因為以前我用電腦的時候 就聽到IBM YES 但是 後來 一用電腦的時候 基本上你經常聽到的 只會有 譬如有些ASUS Sony Sony Intel 然後 AMD 通常都是這些 現在已經很少聽到IBM 對 但想不到 原來它 全球 可以排在第三位 有價值的品牌 一定有它的利害資訊 上年排第二 今年下降了一級 因為它被另一間 有一個很有頭腦的CEO公司 爬過頭 不過 很可惜 這個CEO已經不再 OK O什麼呢 你想說 O McDonnell A Farm EIO 不能O 因為 他們的CEO已經離開了 這個世界 不過 它很成功 因為它積錄的 現在都 現在都 都仍然在吃它的水 仍然在賺 第二位就是 蘋果 沒錯 蘋果公司 就靠著它I系列的產品 殺出了一條血路 自從它 I電話之後 它就要捏到一個水 捏到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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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捏到很多東西之後 就捏到一些錢回來 於是它就很有價值 捏得好啊 對 沒錯 所以 找一個可靠的男人的肩膀捏著它 就捏到一個安全感出來 這樣也被你想到 那就是這樣捏的 沒有辦法 不過 它的走勢能不能夠維持 我就有點擔心 我也是有點保留的 是啊 因為自從 Steve Jobs 離開了之後 現在那些似乎有點貴窮 因為你看一下iPhone 5 iPhone 4s iPhone 4 有什麼不同啊 除了快一些薄一些 大一些之外 不知道 不好意思 雖然我不是Apple fans 我也不覺得別人用Apple有什麼問題 我也覺得如果你喜歡 用得開心就沒問題 但我覺得 它們開始沒有新意了 我替它們擔心 其實我也樂意見到這個蘋果公司 是繼續有一些新的概念產品出來 其實它可以刺激到的 至少其他廠如果願意抄抄 我們就越來越多新的東西 是啊 我真的很期待 如果它有一個iPhone 5s 或者iPhone 6 會是怎樣 因為已經很久都沒有見過 很有新意的設計 唉 我們儘管期待一下 希望Tim Cook 真的做一些事情 不要 就此 令到Apple 一沉不振 不要 真的很可惜 好了 全球 最有價值品牌的公司 這間公司已經是連續 十三年牌第一位 這間公司你一定認識 如果我告訴你 你從來沒聽過這間公司的話 我懷疑你是不是地球人 嗯 它就是 黑水公司 不是啊 是可口可樂 就是黑水 黑水 你說得很難聽 哈哈 因為你那些可樂的樣子是黑色的嘛 是啊 但又真的 這間公司這麼久以來 其實 它可以押納不到 是全靠它的Marketing 是 因為 說真的 汽水公司有很多間 耶 你又不見有其他公司 可以像可樂廠一樣 繼續排在這麼高位置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嘟嘟 這個就成功了 不知為何會記得 你就會記得 她的那首歌如何唱 還有呢 其實可樂公司是做了很多 很不合理的動畫出來 譬如 一些企鵝看到一些北極紅 哈哈哈哈 你想想 你看的時候覺得他們很有趣 你不會想到有什麼問題 但他們根本分辨在南極和北 是不會見到大家的 你看到一些可愛動物飲可樂 ok fine 這件事不需要合理 但是 北極紅見到企鵝 除了在動物園發生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一些 實際的場合 在冰天雪地可以見到發生 除非你特意把企鵝丟到北極 或者把北極紅丟到南極 可能會世界大亂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 奧運 每一次奧運都會見到 很多可可樂的廣告 當然 其實很多年前已經是 所以就說他們的Marketing成功 你想想 記得以前 可能你的歲數未必知道 可口可樂為了奧運出了一些搖搖 Yoyo 何時的事 何時的事 他們特意有些奧運版的搖搖 上面印了奧運五環 還有些金搖搖 那些是特別值錢的 他懂得在奧運出這些東西 一定有很多人買 其實每間公司成功的背後 很重要的是 他的Marketing做得成不成功 就是一個人願不願意去創新去奮鬥 是啊 是啊 好啦 其實我們又看看 現在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是說幾十後幾十後 有沒有發覺 似乎是 越近 現在這個世代的朋友 他們的工作態度 是越來越特別的 我不要用差來形容 我用特別這個字來形容 你已經很仁慈了 哈哈哈哈 我先問一下阿蔡 阿蔡你是一位 剛剛觸碰到的九十後 對 剛剛在車邊的九十後 其實你覺得 工作的時候的態度應該是怎樣 如果要說我自己的話 就是要說你自己 OK 就是要說我自己 我也是覺得 我有些九十後的通病 例如 例如 有時經常都很 水過鴨背 即是甚麼呢 解釋一下 即是做事 很隨便的 做好就算了 對 隨便完事就算了 哈哈 那個質素 不管了 OK 總之完成了 是啊 但是 一直長大 就發覺這樣是不行的 嗯 你過到一時 不過到一輩 所以 很多時候 你都要 不可以做事 媽媽糊糊 要很努力 有始有終 這樣完成所有的事 但你會不會有時 想一下 那份工我不想做 然後就持住自己 家裡有桿桿落窩 有爸爸媽媽照顧 於是 我不生氣了 辭職了 有沒有這樣的心態 還是 就算多不喜歡 都捱了過去 捱到自己能夠 做到一筆錢 才考慮轉工 其實 如果我自己 當然想捱到自己有錢 因為起碼 你自己有錢 你不用靠家裡有自主權 你一天靠家裡的錢 你一天都沒有 那你是一個 比較奮進的90後 我覺得不錯的 因為我認識當中 有些90後 甚至2000年打後的朋友 我問過他們一些 關於這些 當然2000年之後 那些 那些叫什麼 我們90後就90後 去到讀 千禧後 千禧後 那就早就變成慈禧太后 好像皇后的名字 我發覺 越近現代出生的朋友 他們的心態 越是覺得 好像公私險我的 是 我是皇帝皇后 我喜歡上班 那天就回 我工作 你已經偷笑 不要再給我 對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我跟年輕人聊天 他們很多時候 都有這個心態 就是 我肯做就算好 你還那麼多GIG 做什麼 我肯完成了 他就算是這樣 不用你撿我手尾 好像老鳳一樣 對 這樣就不行 因為其實 我自己是一個70後 我當年的一群朋友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 都已經在說 是要拼搏的 即是我們不怕吃虧 基本上有時候 看到 算了 我幫你弄完 幫你頂完 但又沒有特別出多些薪 即是大家兄弟 姐妹班 拍角度去做 但 不要說我父母那代 更加 即是他們 不介意做的工種 總之 是自己奮鬥的 全部都是要靠自己的 但現在這一代 我就開始看到 他們慢慢慢慢 似乎就是 似著家裡 有些錢 即是未必很有錢 總之家裡有間房子 有車給他 對 這些是很因人而異 因為各人的家庭背景都不同 但現在現代人比較富裕了 是啊 過度受保護吧 那些小孩 尤其是 近年的爸爸媽媽 可能對那些子女 真的太過呵護備致 沒錯 想想想 早幾年已經聽到新聞說 香港有些六年級都未懂綁鞋帶 那個真的太掛著 不懂洗頭那些 我覺得是天方夜譚來的 你明白嗎 在我的年代 六年級 我六歲已經懂綁鞋帶 你六年級不懂 六年級已經是十一二歲 我經常聽長部說 六歲已經煮飯了 六四月 唉 好敏感 其實 我覺得 不應該過分保護下一代 適當的保護 也適當的 要讓他們做些事 突然說到像導師一樣 是啊 突然很老 老實說 說到工作這個問題 我看到 打開這個世界百大最有價值排名 你留意到大部份的公司 都是一些老一輩打下來的公司 當然要時間才累積到 經驗的 而且才對自己的財富 才令他有價值 但如果他不發奮的話 他又怎可以有這個成績 譬如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Samsung這家公司 他可能是 最初是被人說他抄 但你不要管 他之後肯努力 創新 結果現在很成功 他的電話 推出很多不同的款式 你喜歡大大舊的 你就拿著 那些叫Galaxy Note 甚至拿著平板電腦 你喜歡小舊的 他又有小舊的電話給你選 那就變成 多元化了 推陳出身 反而你看蘋果公司 喬寶斯的時候 他也有不同的iPad 但現在慢慢出一出 好像越來越黏了 好像跨著自己 沒有一個框框 喬寶斯一走開了 創下的人就開始 顧暴自封了 所以希望 聽到我們節目的人 就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作為父母的話 不要太過分保護自己的子女 因為到頭來都會害了他們 對呀 其實呢 讓他們受下一些磨練 當他們遇到很困難的時候 才施以援手幫幫他們 其實經過磨練 一個人才會有成長 你不經過磨練 是 都是這樣 正所謂 肉不獨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理 多謝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我會為你帶來 樂壇熱播新歌 每個星期 我會為你詳盡分析 介紹一張近期推出的新碟 極樂堂 我 就是音樂達人 肥龍 1clickradio 逢星期六 我肥龍都會和你一起進入 極樂堂這一小時的音樂陣地 q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阿塞周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有過這個矛盾呢 就是 上學的時候覺得 上班好 上班的時候又覺得 好像上學好些 那究竟 上班辛苦些 還是 上學辛苦些 上學 明顯會比較多些時間 我是說假期方面 就算上學有多辛苦 你都可以盼望著 有聖誕、新年、復活等等的假期 只要你很好分配時間 的話 功課總會有做完的一天 但如果你上班的話 就算可以申請假 你都會有一種壓力 你不想太懶散 好像在老闆面前 放這麼多假 不太好 如果經常表現得太悠閒 又好像覺得自己 好像一個永遠 加上你放假之後 都會堆積了一大堆工作 要完成 所以 都不像學生 那麼多 很carefree的假期 如果說責任來說 作為學生的責任 就是努力讀書 因為你都是想學懂很多的知識 還有最後得到一張沙紙 對所有大學生來說 還有找一份好工 你在學校裡面 就好像一種受保護動物一樣 因為你和同學之間 都會有同樣的地位 不會有像上班一樣 分高級和低級的員工 還有不會有一個老闆的物體 來hack住你 不會有那個被人管住的感覺 除非你殺人放火 耕淫努力 小小的錯誤 都可以原諒 上班的話 如果你做錯事 就可能被你的上司 罵到狗血臨頭 還有 你的責任就大了 因為除了你要做好自己工作上的本分之外 還要面對各種生活上的問題 例如交租、生活費、斜樓、子女、父母、善養費 即是說 你就算自己不吃 其他人都要吃 上學的壓力是不是大一點 其實上學就好像一場 和自己精神上的角力競賽 尤其是大學 因為你讀書的成績 好與壞 完全是掌管在自己的手裡 變相你要每分每秒都要為自己打算 因為如果你不努力讀書 爭取好成績的話 洩帝就會是你自己 所以心理壓力都很大 很多人放學回到家 都是馬不停蹄地打拼、避課、運輸 但是上班的人 尤其是打工仔 除非你是很高職位 如果不是下班之後 你可以完全不用你上班的東西 不斷去玩了 很少公事或問題 是可以直接影響到你自身的 就不像學生 如果你失敗了 你真是要擔心了 很多時候我又會覺得 在學校裡 認識的朋友 會比較容易維持他們的關係 和會比較長久 因為大家認識的時候 都是很沒有機心的 都是很清潔的時候認識的 大家一起長大和有很多經歷 關係會比較真誠和出自真心 大家一起上學、放學 一起hang out 很開心的 但是上班的話 會比較大機會遇到一些對你不利的人 有時會甚至勾心鬥閣 所以大家的關係不一定會真誠 很難會交到很交心的好朋友 很多打工仔都有同樣的經驗 就是要跟他們的同僚以魚我渣 要爭上位 明明有時心情不好 都要戴著面具做人 又要假笑地面對一些很討厭的人 同事、客、或者BOSS 所以說到最後 上班還是上學辛苦 完全都是因人而而 只要你眼光放遠一點 畢業後才是人生的真正開始 這是有 Saf情報 謝謝 這次小卡 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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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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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进入音乐小座的时候 请你放松心情 尽情享受音乐 每逢星期二 节目主持 梓恩 会在音乐小座节目里面 为你准备很丰富的音乐承宴 记得来慢慢品尝啦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一个百分之百关于汽车的节目 两位汽车达人中的达人 我是车评人Regina 陈伟心 我是车达人主持人 Tot Ho 车达人 每个星期日 Regina和Tot都会在车达人节目里面 轮尽车弹 无车不闊 男人 记得要听 无女人 就更加要听啦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车达频道 是由加拿大唯一内容主导中文汽车杂志 车达、杂志、AutoNerve 赞助播出 隆行天下 车达、杂志、AutoNerve 车达、广东话 节目主持 葛建龙、斐头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摸出声字又未能到你 sorry 让我自己介绍先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 就是浪尽广东话 大家好 我是加杰龙 我是被人重庚礼品 哈哈哈哈 做什么笑成这样 我被人重庚礼品 请来主持这个节目 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广东话真的有足浪尽 这样就可以跟大家畅谈一下广东话 让大家多认识广东话 不过你在我的口中你认识到多少就多少 重庚礼品骗了我 于是又多了些年用钱 觉得一个人主持这个节目就不太足够了 于是我就找你一个伙伴 好了 轮到你出声了 终于轮到我是肥头 对了 你不要在这里弄得意 肥头 我本身的声音都是这样的 这么坏的 你的声音够坏了 我的声音是妈生成的 我也是重庚礼品的 你有多重啊 我重得瘋了 你肥龙更重啊 那又不够 那就不要说话了 抱歉 真是的 好了 隆重广东话 顾名思义 当然是玩一些比较滅滅的广东话 才来跟大家聊一下 那今天我们打算和大家聊什么广东话呢 我们要介绍两个广东话 两个什么广东话 第一个就是 是广东来的广东话 还是印度来的广东话呢 当然是广东啊 广东来的广东 不是非洲来的广东话 不会的 OK OK 不要理他 第一个就是叫做一栋都没有 一栋都没有 那天就把横童撇给他吧 那个动字就是 你不理我的说话 我一向都不理你的 你继续说下去吧 好了 这个动字就是指树起的物件 这里的一栋 树起的物件 那我的头发是不是一栋被你激到树起了 我都没有激你 你没有激我吗 大姐 我有点困扰 我有点困扰的头发 树起了是不是一栋栋 对啊 好烦啊 好了 这样也可以吗 耶 好了 其实这里的一栋就是 住起的天狗牌 哦 你说的呢 其实一栋都没有 我们首先说一栋都没有的解释 我不知道 很多人都会用到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 是狮子 狮子成语 什么 狮子成语 是狮子成语 就是一栋都没有 什么时候会用呢 通常就是 令到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会说这个字 是一个比较负面一点的 用来说别人的 或者用来 类似要挟别人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肥头 是 你啊 你啊 整天都激到我渣渣跳 看着我迟早 一天呢 就告诉你妈妈 等你妈妈打你 你就一栋都没有了 啊 好阴毒啊 就是这样了 一栋都没有的意思 就是说 没了笨画 没了笨画 哈哈 哈哈 你没有笑啊 这广东话 真的没有笑 好 那一栋都没有 为什么有这句 这样的东西呢 为什么不直接 跟人说 我要搞到你 没了笨画 这样呢 因为这样是不够全神的 一栋都没有 其实是源于 玩这个赌博的游戏 天狗牌的 天狗会不会吃日的呢 不会啊 哇 你哪位啊 哈哈 现在会变成的 是啊 憤怒就会这样 现在没事了 哇 你有点恐怖 为什么我请你 真的不知道你这样 重金礼拼的人 是这样的 好 我们先说一栋都没有 好了 你说到这个天狗牌 不知道大家 对天狗这种游戏 或者是赌博的形式 有多认识 我就完全不认识了 很正常的 因为你比较是一个 肥啊 年轻的 我想说你 我没想着说你肥 虽然你叫肥头 OK 不过你都不比肥龙肥 不用怕 是啊 最坏了 肥龙有很久你追 他肥到 我想他triple你也有 我说英文 哇 好厉害啊 triple 你的英文更好 你那些广东话 是啊 我可以考虑一下 遲些是隆重英文 哈哈 好了 我们继续说一栋都没有 不要拆开话题 是啊 好了 一栋都没有说天狗牌 其实它的玩法 天狗牌 手側就是有一些一对对的牌 于是你就要打牌出来 去到大 OK 因为天狗牌上面有不同的点数 嗯哼 这样你打出来的点数 通常是点数大 你就赢了 好大一点就赢了 总之你大一点点数就赢了 哦 这样呢 一直要赢下去 去到最后一栋牌 才叫做是缺胜负的牌 OK 但是如果你一路下来 一栋都赢到 那你就没办法了 因为你最后一定施硬的了 当你赢了那些牌的时候 你就会把那些牌拿起来 搭在你面前 那栋就叫做一栋 OK 明白没有 我想我明白的 等于我跟你玩天狗牌 还有其他人玩 我们就大家互相对大小点数 我一探出来 哎 我比你大了 怎样 比你大 OK啦 这样呢 我就会把那些牌拿起来 放在自己面前 我有一栋 如果到最后 你手上一次都赢到 哎呀 我一栋都没有 没错 那你就没办法了 因为你输了 你最后都没得出来 因为你一栋都没有 哦 那你就没办法了 你是施硬的了 哎呀 这个广东话真的挺合理的 是啊 所以 其实一栋都没有 就是由天狗牌 这个赌博游戏 就是传出来的 明白吗 我明白了 所以大约呢 如果你懂得用这个 你可以跟别人解释 一栋都没有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了 我经常有一个情况 是可以用到一栋都没有的 是怎么用呢 是我经常去厕所 接着呢 他出不了来 所以一栋都没有 当然不是 不是那些一栋 很明显 是不是闭杀了 一栋都没有 出不了 不是啊 我很畅通的 你很畅通 你用了畅通的 不是 OK 就是我经常去厕所 接着发现 没有了厕纸 哦 哦 那时候我就真的 一栋都没有了 没错了 哇 真的很适合啊 拥有我的处境 为什么你不考虑一下 你去厕所的时候 是 拿点水去洗一下它 就可以了 哦 那就是要抹干的 如果不是说着很不舒服的 那你打开它自然间 你家里嘛 哇 这样很open 我做不出 哎 哎 我想问你为什么 你又在哪 是啊 都不知道为什么 喉咙有点问题 好了 哎呀 真是呢 勒戀用这个一栋都没有 就不太好 真是 你这样用这个 一栋都没有的词语 真是 搞到七个一皮 哎 什么是七个一皮啊 什么叫七个一皮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 七个一皮究竟是 为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 我要说一下 不是七个一皮的 是七个一皮的 七个一皮 七个一皮 不是七个一皮屎 不是那些一皮屎的人 哦 是七个一皮 但是又不是说七个一蚊 哦 不是一蚊那些一皮 那皮是什么皮 是不是脚皮的皮 首先说七个一皮的解法 哦 好 七个一皮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解念七八糟的意思 大家啊 他是在说乱七八糟的 就是念七八糟 OK 你去玩 我说得很清楚 是念七八糟 你再重複十次 觀眾都不会明白 念七八糟 继续吧 你继续可以了 念七八糟 不是 我叫你继续解釋 我以为你叫我继续解釋 不是啊 好了 七个一皮呢 其实都是来自一种 賭博游戏 喂 又是出于这个賭博 也是出于我们 中国里面的 賭博游戏 即是我们的中国 賭博游戏 真是博大精生 我们除了 賭博娱乐之外 还发明了很多 诗字词语 诗字语 诗字语呢 令人多些词会 可以用 首先说一下 一皮的意思 即是一组 即是一group 一group 好日本啊 不是神组 不是神组 藏青生开朗 那一组 不是那一组 是一组 一group group 是的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什么 游戏要分成一组 就是 翻炭 不是单炭 是翻炭 翻炭 翻炭 这叫翻炭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老一辈那些 或者成熟一点 或者知识多一点 或者知识分子 或者是 或者是 不要再举例 那些他们就会明白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翻炭 我不知道什么是翻炭 游戏很简单 其实就是拿一堆棋子 也好 即是黑白棋 也好 又或者你拿一些三楼 總之是一粒粒的东西 可能你小时候都有玩过 倒一堆棋子 就盖住它 不要让你看 然后你就猜 究竟 我一够一够一够 撥开它的时候 每四粒为一组 好 这样撥开它 最后会剩下多少粒 在这里呢 即是要猜最后有多少粒 最后剩下多少粒 就剩下多少粒 没有剩下 还是剩下1粒 2粒 还是剩下3粒 然后大家倒了 猜中就有钱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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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撥开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翻炭游戏的规矩 是会拿一条棍也好 藤条也好 总之一条树枝也好 一条东西 拿一条东西 撥开那些东西 就四粒一组 四粒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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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撥撥撥撥 撥开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剩下多少粒 就是按照你买的钱赚钱赚赔钱之类 但是你当你释败赚钱赚了 你撥裂七粒 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完全捞了 那 ignoring the devil 就可以犯規 Squad 六粒一组 六粒一组 收窄七粒 那就犯了規戀七百糟 哇,原來是這樣的 沒錯,但是所謂的戀七百糟 是說行為上的戀七百糟 就不是說這間房間 你不可以說這間房間是七個一匹 就不是這樣的 就是你平時回到家裡 除了生意亂丟 又亂丟,生意亂丟 而這次又丟落地 在床上又不知找到橙汁 那些就不是叫做七個一匹 那些就叫做亂七百糟 七角更亂 明白沒有 即是可以說 你怎麼做事做到這麼吵架 為何你做事搞到七個一匹 為何你這份人真的經常都七個一匹 為何肥龍經常都七個一匹 那我也不覺得 是嗎?你認識他嗎? 我跟他都很熟,他請我來 他請我來就證明他不是七個一匹 那些全民的東西真的不要相信 所以就聽我說實話 即是要說實話 明馬實價 實話實師 七個一匹 就是肥頭這些 我也不知道為何請了七個一匹的肥頭 明天我一起做節目 不要抵毀他 哎呀 真的搞到我現在一匹都沒有了 幸好 好了 今集能進廣東話 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不過這樣 雖則我們講了兩個的一匹都沒有 還有七個一匹都是出自這個 賭博遊戲 但是大家知道了 賭博是... 如果小賭可以移情 大賭是怎樣 不知道 大賭不是幼稚 AKB48那個 是怎樣 你不認識他 哎呀 是不是很多女人的群組 是啊 是不是叫大賭幼稚 我都不太記得 我也不知道 Anyways Anyway 今天講了很多英文 好西化 好西化 有多西化 快點講完 講完了 今天梁城廣東話時間差不多了 Bye Bye 你不叫人下個禮拜聽你 下個禮拜記住聽 我有肥頭和嫁劫龍的 七個一匹 我差點想講七個一匹 我知道你了 梁城廣東話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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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我怎麼才知道 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 為何申請按揭 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 跟銀行有甚麼分別 申請房屋按揭 需要符合甚麼條件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1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杰文 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為大家解答 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請問 潮人風格不需要跳舞 因為這個環節不是讓你跳舞的 是讓肥龍和阿塞 去介紹一些潮流的新資訊 又或者一些潮物帶給大家 我以為是介紹潮州人的生活習慣 潮州人的生活習慣就留給其他人說 我本身又不是潮州人 所以算了 那些不要說了 我們說回潮人風格 介紹潮的東西 首先我想問問阿塞 你平時出街的時候 會不會用Google Map 檢查自己要怎樣走呢 會呀 我這些路痴 真的好靠Google Map 因為真的幫到很多 另外你在家的時候 會不會預先用Google Map 去查你的路程 會呀 不懂去那個地方 就先開了Google Map 那你又會不會 查了路程之後 看看目的地的街景是怎樣 會呀 因為有時候想看清楚 有時候他在那裡 你未必知道 去到那個實際環境是怎樣 所以其實 Street View 我覺得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沒錯 但是也要投入很多的資源 人力去更新這個Street View 因為你知道 一個城市 它有不同的規劃 有時候過三年五年 它就可能會在這裏多一條新的隧道 那裏多一條新的天橋 或者這裏改了多一條新的路 如果你永遠都用同一個Street View 那些人就會開始找到 為何不是這樣 為何去到那棟樓沒有了 所以Google也要不斷更新他們的街景圖 這次Google發表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更新 不過Street View也不是有了很久 對 他說有史以來 但是 但是真的有很大範圍 是有25萬英里的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25萬英里 你只想想 人行你不要說 也不要說車行 坐飛機也有很久 真的 對 你想想 它用那個小車 四處去 搭足了這麼多地方去更新 這次更新的內容都超龐大 包括了俄羅斯的海塞林王宮 甚至溫哥華的士彈里公園 Standley Park 都有 所以包含的範圍是非常大的 不過拆開一點題外話 我想問蔡你有沒有試過用這個手機的軟件 叫Google Earth 有啊 它剛剛推出的時候 我覺得很神奇 我覺得這也是另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因為用Google Earth坐在這裡 你也知道 你不可能每天都坐飛機到處飛 於是用Google Earth在這裡按一下 就可以環遊世界了 不止 你用Google Earth按下去 你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看了那套照片之外 還可以馬上連結到一些 當地有關的資料 譬如那個城市的人口 那個城市的風土文情 那個城市的官方語言等等 一切的資料都找得到 很棒 那你是不是有什麼新奇的經歷 經歷就沒有經歷 在Google Earth 四圍抄的時候 就被我找到一些古怪的東西 是什麼 其實我找到一個很神奇的小島 這個小島可以說是地球偏南部 南部的陸地比北面比較少 它就是偏離了很遙遠的一個海中心的孤島 但是這個孤島上面有人住 那些土人就說不穿衣服的 不是的 那些真的有文明的人 他們是可以上網 有教育設施 有建房子 這麼厲害 海中心無端白線有一個島 是的 它的位置大概在非洲的最南面 和南美洲的南面 拉一條直線在中間的位置 真的很遠離陸地 是的 它是一個火山島 它的島是英國的殖民地 它叫做Tresten da Kuhnha 哇 這麼... 是一個火山島 二國風情的一個名字 是的 那裡的人口有二百多人 哇很多 根據2010年的統計有二百多人 這個島是蠻神奇的 我覺得它是偏高原一點 因為它是一個火山島 即是好像世外桃源 但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竟然是包含在Google Earth 即是細微到這樣的一個島 都可以有 是啊 我覺得很神奇 所以值得為Google Earth Google Map Google Street View 去鼓掌 多謝 好耶 一個偉大的發明 大家多多善用這個Google Map 真的不要浪費 如果你有空沒事 在家很悶 那就去Google Earth 其實是的 如果你坐在那裡 在撕手指撕腳趾的話 這樣浪費時間 又發覺電視沒什麼特別的好看的時候 儘管到處走 在Google Earth 或者Google Map 可能你會發現新大陸 你會找到一些東西 挺有趣的 可以增廣見聞 真的嗎 好了 增廣見聞 除了看Google Map 當然是最好的親身出去 親身出去的時候 你就要穿衣服 是啊 穿衣服的話 我又介紹一件T給你 什麼T呢 一件 賣家子七十多港幣 港幣五百七十港幣左右的T 一件T出 一件T需要七十多港幣 是不是想罵我 對 向阿寮加十港幣見 好介紹 向阿寮加十港幣見 你跟我說五百多港幣 你賣什麼給我 不是 什麼那麼厲害 先說一下名字 名字夠爆了 因為它有兩款 一款叫做Rock爆結他T 另一款叫做Rock爆古T 名字很長 有多Rock爆呢 我真的不知道 Rock爆的原因是 Rock爆結他T上面 很明顯是吉他上的吉他圖案 古T就是有個古的圖案 最Rock爆的東西就是 它的吉他真的可以彈 不能夠的 還有它的古的T 那個古真的可以打響 咦 怎麼可以的 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本身的吉他T 那支吉他上面是有一個感應器的 你只要把手放在結他圓線的位置 相應的位置就會給你不同的chord 另一隻手指在下面 應該是彈的那位一數女 然後發聲就在你腰間的揚聲器 對 一個小型的揚聲器 在你的腰附近 就可以一邊逛街一邊彈歌 如果你剛好遇到一個人 是穿著Rock爆古T的話 就可以 沒錯 那個人肚餓的時候 就可以兜口兜面在你面前打鼓 我真的在餓老打鼓 好啊 然後不斷拍打自己的問題 好害怕 都挺特別的 所以如果你說 你穿著Rock爆結他T 你旁邊又有個穿著Rock爆古T 突然逛逛街 你突然兩個就知道了 我們靈感到 突然在狂按自己的胸口 狂按自己的肚腩 在狂拍打 但又有音樂 他不是上身 是夾Bang 還有 都還沒說完他最爆的地方 是怎樣 他最爆的地方就是 不只可以彈 還可以錄 錄音 即是你彈了出來他可以錄音機 他可以錄下三分鐘的彈奏過程 哦 即是你不怕不會錯過你 剛剛作出來的樂曲 是啊 哈哈 但是如果你將來在街上逛逛 還有我還沒說完 每個結他T 以及鼓T 其實是裡面可以調校的 哦 結他分很多種 你有Rockband的結他 你有Acoustic的結他 你有Jazz的結他等等 它是收錄了幾種不同的結他聲 而鼓亦一樣 因為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鼓 是啊 它亦收錄了幾種不同類型的鼓聲 所以是因應不同的歌曲 不同的場合 你可以轉不同的心情 哇 有多周到 連這些都想起來 是啊 所以你說值不值70元 70元又真的OK 是啊 即是500多港幣 你說買一件T恤是貴的 但如果你說買一件這麼精心製作的T恤 我覺得OK 不過 你們有沒有想過另一個問題 是啊 我有 如果在香港 你穿這件T恤是夏天 你穿一天已經濕了 不用一天 你只要穿著它 走出街 夏天的時候 在街上走15分鐘 你應該的衣服是濕的 是啊 那它又電又行的 那怎樣洗呢 是啊 如果你把感應板丟到洗耳機 你用一次就算了 你以後不用用了 又或者你不要說洗耳機 當你手洗 手洗都不行 這些 你一碰水就不行 碰水即忙 這些東西 不用擔心 因為它本身的感應板 和揚聲器 是可以脫下來的 脫下來洗完才弄進去 乾乾淨淨 這樣很方便 是啊 所以這兩件T恤 我覺得值得介紹給大家 回去說 就儘管找找這件 Rock爆吉他T 和Rock爆古T 所以走一遍 突然間遠距離聽到 看到有幾個人圍圈 但聽到音樂聲 又看到那群人好像上了身 在那邊打打自己 那你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們就在夾著Band cool OK 說完這件 Rock爆系列的T之後 就說一個未滅問世的新技術 這個技術 說之前我想問阿蔡 你有打機的習慣嗎 沒有的 不過都是打過的 那有沒有玩過Xbox 360 有啊 Xbox 360 你有玩過 沒有啊 我只是玩過Xbox 沒有玩過360 你是否是岸屏360 不是岸屏360 是Xbox 360 但你怎樣都應該聽過 Xbox 360上面 有一個周邊的設備 叫做Connect 對 它是可以感應你身體的動作 對 它感應身體動作的時候 它推出了一些遊戲 在看遊戲 你要對著畫面 做一些相應的動作 這次的全新3D技術 就是將這一種 捕捉3D的敏銳度 更加提高 不過就不是像Connect一樣 就像一個人一樣去捕捉 它這次推出了一個 戴在手腕上 然後它就有一個感應器 就是在你的手腕的位置 即是手掌那邊的位置 就凸了出來 它就一直都有不同 有幾個鏡頭 一個是紅外線鏡頭 一個是雷射鏡頭 還有一個後置鏡頭 去捕捉你的手的活動情況 即是它記得了你手的活動 就可以有不同的指示 其實它不是記得的 它是即時讀取你的手指的位置 而對應即時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最簡單就是即時在螢幕上 有一個3D的手 你做什麼動作 它就跟著你做 它的準確度也有95% 因為它感應的範圍小了 所以準確度應該會大大提升 對 而且它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拿資料的角度 去感應你的手 你又會想一下 那究竟感應到手有什麼用途 除了可以用來打機之外 打機是一個用途 但其實 在將這個技術升華之後 可以用來打機的地方很多 譬如你可以用手部 去隔空控制你的電腦 或者平板電腦或者手機 很簡單 就是講手機 有人打電話來 你只要做一個聽電話的手勢 這個一般人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鼠起手指弓和手指尾 這樣可能就會接到電話 又或者你用手機聽聲音機 或者用電腦聽聲音機 你想轉台 你就放一個 拿著一個按鈕 轉動你的手腕 它就可以轉台 又或者把你的手 拿著拳頭 向上提高 就是大聲一點 向下放低就小聲一點 即是隔空可以控制你的電腦 那即是你坐在這裡 或是動手就可以遙遠控制很多東西 對 例如你打字 你可以含在鍵盤上 如果用對應不同的手勢 可以測試到 就可以打到字 嘩 鍵盤也不用 不過 當然 仍然在研究當中 始終都不夠鍵盤打字快 不過有時候是比較方便可以凌空的去控制一些東西 其實再引伸下去 其實它可以用到很多不同的科技 例如 這個是肥龍想出來的 它也可以用到的 就是把這個科技放在一些比較危險的職業 工業上有很多這些 譬如有操控重型機器 對 尖的機器 對 因為那些很多時候 如果你用人手會很危險 很容易會發生工業意外 如果你說用機械 你要控制它的時候 通常都像打機一樣 有支控制桿 對 Joystick 有些按鈕 但那個是要經過相關的訓練 你才可以用得到 但是如果你說用了這種科技 如果它的精準度可以更加高的時候 可以直接對應你的手部活動 或者去動機械人 機械手臂等等 那你是不是提高了很多方便程度 又或者可能甚至 用下去 有時候有些傷殘事 它對腳行動不方便 去到哪裡都要靠對手 如果它現在靈空用的手可以做這麼多動作 那就方便很多 對 所以其實這個科技再發展下去 其實可以很多地方不同 是用得著的 雖然還是研發當中 但好像也挺有用途 現階段的感應度已經不錯了 我看到它3D即時做出來的活動 已經做得很精確 不過如果用在遊戲上已經足夠了 但如果你說用在實際生活上的東西 都還要再研究人員研究多些 還有它現在戴在手上的感應器 很大塊 略略比較大塊 它的尺寸大概是一個網球上大的手腕圈 再外置一個類似高爾夫球那麼大的感應器 在你對著手掌的位置 那真的整個東西在手上 不是很方便 暫時還未可以 不過繼續研發下去應該可以的 好 今天的潮人Style就先跟大家講到這麼多潮條 而龍行天下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哼哼哼哼 幹嘛哭啊 這麼快 有多快啊 傻瓜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的 那也是 記住每個星期三 來到一clickradio click到我們這個節目 就會有全新一集的龍行天下 每個星期都有剛才那些古靈整個我們聽過的東西 送給你聽的 說一下有網址 就是www.1clicksoeasy.com 我們的節目是 龍行天下 記得收聽啦 拜拜 拜拜 人生不如已試十常八九 你會選擇怎樣去面對呢 生命有甜有酸有苦有辣 人生不同的味道 你有沒有一一細味呢 逢星期一 一clickradio 誠意獻上一個用正面態度去面對人生不同經歷的節目 世美人生 主持人李向晴 每個星期都會請來一位嘉賓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人生不同階段的經歷和感受 還有正面積極面對困難的過程 世美人生 和你世美人生的正能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比如說